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意前故事之我们家的午觉故事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跟手足有关的故事 超人兄弟作者和会者都是马特罗伯森 翻译的是黄怀轩老师 这本书就叫做超人兄弟不跟别人比当个出色的自己 对呀比来比去还不如呢把自己照顾好 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小妹你这个怎么你要看留言呢 认真一点 好来了我们要开始说故事了 你看在这个蝴蝶叶有好多他画的像是照片一样 平常他们家的生活记录的照片 有兄弟哦这是哥哥啊这是弟弟啊 小弟弟跟他们一起在玩 可是哥哥常常都翻白眼 就像小妹的姐姐小比常常对他翻白眼一样 好我们来开始说故事吧 你看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绘本里面真的有两张照片呢 这个就是真的作者跟他的弟弟的合照啊 哥哥和弟弟的合照很可爱 好他就是哥哥了 因为他头发长得很多 他出生的比较早来得及长出很多头发 他的弟弟还小还只有一根Q猫而已 杰克是哥哥 杰克和史丹是一对兄弟 他是杰克 他是史丹 你看下面有写他们的名字哦 杰克还有史丹 他们两个是一对兄弟 他们两个人啊虽然是兄弟 却非常的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哪些不一样的样子吗 身高不一样 发型 这个是那个月光仙子 他是月光仙子 为什么 月野兔 月野兔 因为他有像月亮一样这样弯起来的头发 还有穿了那个斗篷红色的 好吧 他是美少女战士 红斗篷 他的哥哥觉得他有一点让自己翻白眼 所以他哥哥的眼睛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是一对兄弟但是呢 非常的不一样 光看就知道不一样了 比如说他的弟弟吧 他的弟弟啊是个超人呢 他总是能够跑得超级快 咻一下就跑过去了 你看他跑步的时候啊 都那个有影子了 有残影了 可见他跑得多快 除了这样以外呢 他还可以把球丢得超级远 你看他在这里丢球 咻 太慢了 这样就会一样飞一分钟 因为他就是不落地啊 他从这边一路飞到有建筑物那里 有多远啊 那不是那个20秒就飞得到了 所以还要咻 飞得那么远那么远 你看他力气有多大 他多厉害都咻到火星了 对有人说我们都咻到火星了 真的可以咻到好远哦 咻丢得超级远 那表示他的力气很大 所以他不但呢动作很快 而且还可以呢力气很大 不止如此 他胆子也很大 而且他的弹跳力很好 你看他可以跳得超级高 他哥哥呢是坐在这里玩荡秋千 但他的弟弟呢却是跳跃跳高过了荡秋千 同样都是玩荡秋千 但是玩的方法不一样 有人呢是老老实实的在这里荡秋千 有的是跳上秋千 而且还不是这个下面的秋千的椅子 是跳上秋千架耶 那么高他也不害怕 太厉害了 除了弹跳能力很好 胆势也很过人 真的好厉害哦 不止如此 不止快 不止力气大 不止能跳得高 他还能怎么样 这太不像话了吧 你看他还能做什么 小朋友认识这个字吗 哎呦 他竟然还能飞耶 怎么可能能飞呢 如果说真的能飞的话 他真的是有超能力 我还没有看过真的会飞 你为什么会飞 从小笔的大腿上跳起来 可以飞一公尺高 一公尺太高了啦 你飞个五十公分 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不要飞那么高 掉下来 撞掉你的小门牙就糟糕了 那这一个弟弟啊 他可不是担心撞掉小门牙 而且我怀疑他还没有长牙齿 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宝宝 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 都笔掉了 他走在哪里都带着这个小熊娃娃 会走到哪带一个娃娃的人 除了小妹竟然有别人 你看他直播的时候又带他的翻脸章鱼了 不知道我们上次介绍完翻脸章鱼以后 大家有没有自己去搜寻五十几块的翻脸章鱼 真的很可爱 我晚上睡觉的 我抱的是Tiffany 是蓝色和粉红色的 小妹的是小橘子 好你看他呢 他的是小熊熊耶 他好喜欢小熊熊 他走到那里就带小熊熊 他八成是一个小宝宝我想 但是他哥哥啊 虽然已经是大孩子了 他的弟弟是小宝宝 可是哥哥不会飞耶 弟弟会飞 所以不一样对不对 哇 当捷克就是哥哥 做一些普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普通人啊 当然做普通的事情啊 普通的事情其实也可以不普通的 你看他哥哥多么贴心啊 哎呀下雨了 他赶快呢跑去帮人家这位女士 撑雨伞嗯 多么温柔善良又体贴的行为 好棒哦 可是 史丹却做了不普通的事情 我们下雨的时候啊 被动的呢 撑把伞来躲雨 但是史丹他不是会飞吗 他飞得好高 直接把乌云给吹走了 哎呦 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看他好厉害 他把乌云呼一下的吹走了 太阳就露出脸来了 那就放晴啦 根本不用打雨伞了 还可以继续散步呢 史丹总是能做一些啊 不普通的事情 当捷克做了一些 很好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十金不昧 在地上看到人家的钱包 或是掉下来的钱 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怎么办小妹 捡到东西 丢出去 不是丢出去啦 学校怎么教的 你快点 你现在在听故事 好多多弟弟妹妹 你赶快给一个标准答案 捡到别人遗失的物品 先拿给老师 拿给老师 然后老师在拿给校长 校长会拿去给警察 这么复杂啊 如果你在学校捡到的话 对来拿给老师 或者是你们没有 那个什么失误招领处吗 有啊 那你拿去失误招领处也不错啊 干嘛给老师添麻烦 你们的水壶 大家搞丢的水壶 不是都在那边吗 对啊 听说他们学校的那个失误招领处 有几百个水壶 哦 我的老天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你是在外头呢 如果捡到了东西啊 你就可以请爸爸妈妈带着你去警察局 交给警察 背背 这样子啊 搞丢东西的人啊 就可以赶快去警察局领了 因为不知道那个东西对他来说重不重要 如果说搞丢了 可能会造成他生活上很大的麻烦的 我们捡到了的时候要 十金不昧 捡到钱 但是却不说谎话不昧 者良心把它藏起来 十金不昧 你看 杰克做了很好的事情 可问题是 史丹呢 不但做了很好的事情 他还可以做更神奇的事情 你看看这个人 这个人是银行强北啊 他这不是自己的钱掉了 他去把这个银行啊 里面的钱啊 都偷出来了 偷了三大袋的钱耶 哎 这些钱可是我们那个银行的存户 我们存进去 老百姓存进去的血汉钱啊 我们工作的薪水啊 要付房贷啊 要养家的啊 帮小孩子买玩具的啊 帮小孩子付学费的钱啊 这个大坏蛋 这个强盗 他把钱给抢走了 哎呦 这个时候啊 诶 史丹竟然可以呢 连人带车带钱啊 就把这个大匪徒抓过来 直接拿来交给警察了 哇 那这个真的是超厉害 超神奇的 哦 完蛋了 比不过他了 史丹太厉害了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啊 史丹超级棒 因为像这样子啊 活生生在这个都市里面啊 行杀仗义 然后又表现自己的超能力的 超人 大家当然就会把他当成是偶像啊 你看大家穿了史丹联名的服饰 你看大家都穿着 上面写了一个史 有这个必要吗 有这个必要吗 对耶 可是他们这个崇拜偶像嘛 所以就会穿史丹的衣服啊 然后你看啊 什么公车上 或车上的这个车厢广告 也都是史丹 史丹代言的 史丹卖的卖片粥 史丹卖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哎呦哇 东东都是跟史丹有关的 还有很多孩子啊 都会围上了红斗篷 因为他们想要跟史丹一样 除了杰克 除了他哥哥 大家都觉得了不起 只有他哥哥觉得 他有黄色假法 他那不是假法啦 你将他更伤心 他真的很多红把啦 他的法质就是自然卷嘛 哦好伤心哦 他真的很伤心 他没有办法做这些超能力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嘛 我们在普通人的人生里面 就是尽力做到自己 觉得问心无愧 最好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他这个哥哥 他的弟弟不是普通人 对 有点长 是稍微有点危险的 所以把高度只躲着面 嗯 我觉得 所以把他搭 我觉得不是不是 我觉得重点是危险 小朋友如果你们围那么长的围巾 走来走去被门啊 夹住了怎么办 坐手扶梯的时候夹到了 电梯夹到了怎么办 好可怕哦 所以呢 不要围那么长的围巾 但是杰克的标准配备 就是围一个长围巾 他心情不好啦 因为跟他弟弟在一起啊 他呢不管表现得再好 他都永远是第二名 就让他觉得好累哦 很多人都多少少 会偶尔想当一次第一名嘛 我们不用事事呢都求完美 但是偶尔让我当当第一名 也是很有成就感呢 可是在这个家庭里面 在这个城市里面 杰克永远都不可能是第一名的 因为他弟弟样样都很超人 哎好吧 超人是超人啊 但是还好他妈妈不偏心的 都是我的宝贝 不难过不伤心 妈妈带你出去玩 哇你看他们的一家三口 妈妈的标准配备是黄围巾 哥哥的标准配备是这个 蓝白相间的围巾 而弟弟啊是一个超人 他围了红色的斗篷 还带着他的小熊熊 在杰克也就是哥哥 生日的那一天 妈妈就决定要带他去动物园庆生哦 很多小朋友啊都好喜欢去动物园哦 动物园里啊有我们平常看绘本 或者是看电视频道里面可以看到的神奇的动物 那可不是在你家旁边就看得到的哦 我们顶多在我们家旁边可以看到狗猫鸟还有猪 你知道北大特区有人养猪吗 有一次我们去那龙龙学公园 就是图书馆旁边的公园的时候 带他去小朋友最喜欢的动物园庆生了 他不希望这一天被任何事情破坏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杰克心理想我希望一切都是很完美的 声音关掉留言中会停掉 哦好好好那你把声音打开 哦你把声音打开 这边就可以打开 阿姐耶 阿姐来了 阿姐好 哎阿姐今天不是去打AZ疫苗吗 阿姐你疫苗打得怎么样 跟我们说一下今天小妹的大姐去打疫苗了 对告诉我们你现在还好吗 留言暂停 好那你再看一次 我继续说故事咯 那你选了几个人了吗 两个 两个还差一个 好 杰克呢就对他的弟弟史丹啊 先警告一下咯 他说 哎希望你今天不要毁了我的生日 对呀 生日的那个人是主角嘛 我们要以主角为主啊 就算你再厉害 我等才要出门打 可姐姐还没打 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你去打的时候 要跟人家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把你的眼罩 你的口罩戴好 那打完针 回到你住的地方 要好好休息哦 因为大姐这几个月 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 那我们就抽大姐呢 哎呀我们不能抽大姐 我们已经有这本书了 所以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家人 都只能透过这个 手机联络的方式 希望大姐一切都好好 打完了这个疫苗之后 不要有太多不舒服 如果会有不舒服的话 大姐你要这几天要好好休息 不要让我们替你担心哦 好 那杰克呢对史丹说 希望你不要毁了我的生日 可是史丹啊 他还小嘛 虽然他是超人 但是呢 他太兴奋了 谁到动物园不兴奋啊 马上就跑来跑去 像小子也是对不对 对 你们那次去动物园 小子也是自己跑掉了 他妈妈好 对 他妈妈气死了 到处去追他 我们都在动物园里吼他 小子你快点给我回来 他也是 他也是这样子的 吐疆的野马 这个小孩 史丹太兴奋了 他没有把哥哥 跟他交代的话 我去追 对啊派小妹去追 哎呀爸 跑超过的 跑超过好好好 来根本没有把哥哥的话听进去 他又开始展现他的超能力了 首先他跟猎豹赛跑 哇 猎豹 猎豹像闪电一样 跑得很快的 他还猎豹在后面 对啊 猎豹都快累死了 你看舌头都伸出来了 哎哎哎 小孩快把我累死了 哎哎哎 因为他跑太快了 他超人 他跟 他比闪电还快 结果像闪电的猎豹 那可以去当那个 亚人呢 哦 奥运 对不对 奥运选手 好除此之外呢 他还跑到狮子的这个休息的地方 对 他干嘛 哎呦 他把那个狮子当成玩具 他的力气很大 太勇敢了 也不可以屈服狮子 对他可以屈台大象 对他可以屈台大象 但他来排狮子了 他先帮这一位狮子检查了一下口腔卫生 看看有没有蛀牙 看看牙齿 看看嘴巴 看看舌头 哇塞 他在狮子的嘴下面 哎呦 好勇敢 但是也太冒险了吧 他除了呢 检查狮子的口腔健康之外呢 还帮狮子 塞抖了一下 帮狮子弄了一个这样子 瞎趴的发型 狮子看起来很倒霉 那很不开心 你看他好碎哦 他跟狮子玩摔角 哎呦 这个狮子啊 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最可以理解杰克心情的人了 你弟弟怎么这样子了 还有呢 他还和长颈鹿一起玩球 长颈鹿那么高 他们在玩球的话 那个球根本就是天球了 在天上飞来飞去了 可是我们的史丹会飞啊 所以他可以飞到天空 跟长颈鹿一起玩球 所有人啊 都为史丹拍拍手 为他欢呼 因为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 可是你看 史丹哭了耶 为什么呢 怎么回事啊 他哭着降落了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帮他拍手欢呼 除了杰克耶 杰克心里难过的想 这应该是我最特别的一天了 但是呢 你看弟弟抢进了 我的风头 而且这个弟弟还哇哇大哭了 杰克听到了史丹 哇哇大哭的声音 史丹吸鼻子 嘴巴抖动 然后尖叫 啊就大哭了 越哭越大声 越哭越大声 他真的是小宝宝 他只有四颗牙齿 你看 哎呦 怎么哭成这样子呢 没有人知道史丹怎么了 因为他又是小宝宝 他还不会 对 他还不会说人的话 他不会说大人的话 没有人知道史丹到底怎么了 只有他哥哥知道 还有小妹知道 还有谁知道 还有哪一个小朋友知道 史丹到底怎么了 我们可以 牙牙 什么牙牙 我们可以往前面看啊 牙牙知道 牙牙知道 怎么回事 怎么弄丢的 来我们翻到前面看 他飞到天空 在跟长颈鹿玩球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啊 熊熊掉了 熊熊掉到 熊熊掉到熊熊了 哎呀 熊熊掉到了 大熊区了 他亲爱的熊熊掉了 对不对 跟长颈鹿玩球球的时候 这是史丹 你看他哥哥在回响了 对不对 熊熊就掉到了 熊熊叫泰迪 掉到了真的熊的窝里去了 泰迪又是他吗 他是杰克 他哥哥是杰克 麻烦你关心他 你不能这样子 你这样子跟其他人有什么两样 忽视他忽略他了 你看史丹的熊 掉到了熊洞里去了 好 这个时候啊 他哥哥啊 就立刻跑起来了 虽然平常呢 常常被拿来跟弟弟比较 虽然呢 弟弟啊 这次又破坏了 他的生日的心愿 对不对 妈妈带他出去玩 可是呢 哥哥啊 不在意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 是赶快啊 帮我弟弟把那只 小熊熊泰迪给救回来 那个是我弟弟的宝贝呢 所以呢 杰克立刻跑了起来 跑得像闪电一样快哦 所以他有那个体质 对不对 跑得很快的体质 这个时候啊 刚刚我们说太长了 超长了 会危险的围巾 太常用场了 哥哥把这个围巾啊 绑了一个活节之后啊 像西部牛仔那样 甩啊甩啊甩啊 不要麻烦了 不要麻烦了 对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牛仔很忙 牛仔很忙 就掉到了这个熊洞里面去了 就在这只真正的熊啊 想要捡起泰迪来玩的时候 因为熊熊喜欢熊熊啊 在这 小熊喜欢熊熊熊熊喜欢熊 你说不定他想要一个小宝宝啊 他说不定女人就是小宝宝啊 还没还没还没 还没 他就咻的赶快套上了这个泰迪之后啊 用力一扯 就把泰迪熊给救上来了 哇 哥哥好棒哦 哥哥百八百救 他会不会自己去救 跳下去救 谁跳下去救 哥哥吗 我说弟弟 弟弟现在在那里哭 他不会救吗 弟弟现在在那里哭 他像宝宝一样在那里哭 还怎么去救呢 现在还在伤心 他是宝宝嘛 哇 捷克救了这一天耶 他自己救了这一天 不管怎么说 这是哥哥应该要做的事情 不管平常啊 我的弟弟在怎么样的出风头 不管大家帮我们怎么样的比较 其实我都爱我的弟弟的 我呢 是哥哥 哥哥该做的事情啊 就是照顾我的弟弟啊 所以他呢 帮他的弟弟把泰迪熊给捡了回来 太棒了 哇 实战看到了我最心爱的宝贝 哥哥帮我救回来了 马上就停止了哭泣 而且给杰克一个超级大的拥抱哦 哥哥你好棒哦 哥哥呢 哎呀 也很宠溺的抱着他的弟弟 你这根小傻瓜以后不要再搞这个东西咯 杰克啊 这个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超级英雄 对啊 你不用跟什么人比啊 人比人气死 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什么什么 老口令 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们跟自己比就好了 自己呢 超越自己 自己呢 学更多的事情是你之前没学过的 那就很好了 那天之后 杰克和史丹就成为了一对超人兄弟哦 不再只有一位超人弟弟了 他们两个都是超人 是超人兄弟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故事来自于小鲁南出版社的超人兄弟 小鲁南出版社发行 对小鲁南出版社发行 故事说完了 明天下午一点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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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